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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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江老師 今天為什麼在這個場地拍片呢 其實原本今天的計畫 不是要拍鋼琴類型的影片 可失於是我收到 熱騰騰的三本樂譜 是來自粉絲的愛 我看到這三本樂譜 我突然激起了我的雄心壯志 我必須今天就立馬給它開下去 這是來自高雄的朋友 他還寫了一個很棒的卡片 來告訴我這三本譜的故事 但是你們看封面就知道 這是非常有名的那個漫畫 你知道 秦之森 講到秦之森 我也是有看秦之森好不好 可是我沒有看到完結片 我就是follow了前面 因為他中間一度出好漫 我整個一直去斑花店守候 我覺得很累 是在我大學研究所的時候吧 他給我的兩本 秦之森的樂譜 還有一本是四月是你的謊言 OK 他這個卡片上面寫呢 塗姜老師這三本樂譜 是我很喜歡的兩個音樂動畫的樂譜 秦之森以及四月是你的謊言 那這個秦之森的樂譜 大多是以肖邦為主 全部都是這部動畫的主角們 在參加肖邦鋼琴大賽中 所彈奏的樂章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不太妙 因為都是肖邦的曲子 對肖邦的曲子 你要知道要似乎 也是有非常大的困難 有可能我可能會沒有辦法 彈得非常好 但是沒關係 四月是你的謊言的樂譜 也是動畫中 兩位主角所彈奏的樂譜 因為我沒有學過鋼琴 所以在姜老師你們影片中 學習到很多的歡樂以治愈的部分 然後這三本樂譜 是看了這兩部動畫之後 不會彈琴的 我希望姜老師能夠讓他發揮作樣 而不是放在我書家上面 掌灰塵 所以全部都是新的 結果被我翻過幾次 姜老師和Eric身體健康 來自高雄的粉絲 謝謝你 Oh my God 謝謝 You are so nice 而且我告訴你 雖然你不會彈鋼琴 雖然你只是放在座上掌灰塵 但是你跳的譜 我版本都非常好 你怎麼會這麼有繪根的 確定不要學一下鋼琴嗎 我很喜歡這個版本的樂譜 它這上面有寫YAMAHA Music Media這個 我從來沒談過難聽的 我為了尊重它 完完全全的原汁開箱 我是連翻都沒翻開過 我並不知道難易度 然後它這上面寫中到上級的 通常中上級的樂譜 然後這裡出的 都是完美 這個是初中級 這位同學 你該不會買到兩本 一模一樣的樂譜 只是一個是初中級 一個是中高級吧 待會我就會揭曉 再來四月是你的謊言 這個出版社我比較少看過 不知道會不會累累的呢 我們看一下吧 那我就先來看 秦真森 看最難版的 跟這個簡單版的 這兩本我先對一下 到底是不是一模一樣的曲目 我的天鵝 很漂亮 你們知道秦真森這個動畫吧 反正主角就是在講說 這個男生跟他媽媽兩個人生活 然後好像從來沒有學過鋼琴 但是在無意間就是 不知道怎麼了 反正就在森林裡 彈到一台鋼琴 然後那個鋼琴不會發出聲音 可是只有這個男生 彈它會有聲音 那大家要知道 在這個真正的現實世界中 是沒有這種東西啊 如果彈下去沒聲音 就是沒聲音啦 也不是說別人來彈 就會有聲音啦 哇 很多首欸 難道我要找Eric 可以一起開箱嗎 喔 先不要 24首曲子 很多欸 然後他編的人啊 他也都有介紹一整輪 欸 長得不一樣 好的 你並沒有買到鋼琴琴 這位同學你不要擔心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剛剛要翻到第一首 不好意思 第一首這個就是 蕭邦鼎鼎鼎 蕭狎原舞伎 蕭狎來來 隨心 很像那個Rap有沒有 他就是完全是原版的蕭邦的那個版本的效果有趣 因為我自己是沒彈過啦 所以也是彈的蠻 他該不會整本都是蕭邦的那個曲子吧 那這樣子的話他其實就沒有什麼改變的特殊地方 不過就像這個介紹這本譜的朋友說 的確他整本幾乎都是蕭邦的曲子 我看一下喔 第二首是蕭邦的華麗大波蘭舞曲 這首大家有沒有聽過 好啦這首我有彈過 這次我在國中的時候彈過的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是第一首蕭邦的曲子 就是彈這一首 所以那時候我愛到不行 因為這個曲子 你會覺得說第一次拿到蕭邦的曲子 好像就 畢竟蕭邦的曲子都是大家很喜歡 很好聽然後很嚮往的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一天拿到譜那天 我就練了四個小時 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練琴持續這麼久 就在國中 好像國一吧 你就看我小時候有多不認真 雖然沒有練超過四小時的任何一天 啊這個是鐘耶 它是李斯特的那個鐘 它是簡單版的 大家知道這個嗎 彈不太起來 它現在這個是寫簡單版的 我們來聽聽看喔 它變成蜜 再一次 喔齁齁齁 再一次 Zither Harp 诶诶诶诶诶诶诶我跟你讲 我没有弹过任何李兹特的 这个钟的其他版本 然后他这个是把它改成简单本 但我觉得蛮好听的诶 后面后面后面要来了 高潮叠起 高潮叠起来 对不起 就結束了 曲的就這麼短 我剛剛已經彈完整曲了 蠻不錯的 如果你很喜歡李斯特這首曲子 你很想要嚮往那種 在鋼琴上 手指奔馳的感覺 但是又不想要這麼難 這首我覺得挺好的 是一個入門款的鐘 我從來沒有聽過簡單版的鐘 但我覺得寫的真的不錯耶 又蠻有效果的 OK 推薦大家來 這個是夜光 不是夜光 蕭邦的 不是 貝多芬的月光 這我們曲的第一樂章 大家都知道 大家知道這首曲子 每次聽到的時候就會講什麼 柯南 不要再柯南 這首曲子叫月光 你們每次都這樣 我知道柯南 月光殺人事件 沉睡了毛利小狼 啪 類似像這個概念 然後這首曲子 我要講一下我的故事 就是我高中的時候 彈月光宗明曲 那個時候學校考快版漫版 所以漫版這個樂章呢 就比較少練 因為都要練快版 有點難 有點難嘛你知道嗎 都花時間在練那個 然後這個樂章就練的比較少 然後上台的時候呢 就忘譜了 忘譜的時候怎麼樣 因為他就一直 一直 會換和聲 然後 然後 就忘譜 然後就一直 一直 這樣子一直編曲 所以江老師從小也是有在編曲的部分 但是不建議大家在學校考試的時候 編曲 這是不好的行為喔 大家不要學喔 還是修練過的 你會聽到他中間一直有一個重複的那個中間聲部 然後美的是什麼 上面會有一個女高音 啦啦啦啦 哈哈哈哈 總之則就是有上面那個弦的 有些美美的一個女高音 在她唱大的涌壇調 中間有一個聲鋪式一直持續 啦啦啦 最後低音有一個 非常好的合聲支撐 這首曲之主 Dir這麼美妙 就是她帶給你各種不同的音域 然後有非常綿延不絕的 很長的樂句 好聽 其實這本譜真的很多是 完全用原來的那個古典的那個作品 我們現在看 拉荷曼妮諾夫鋼琴協奏曲第二番 你知道這是我的夢幻曲目嗎 我那時候跟我剛剛講說 老師那個我協奏曲那個學期 想要彈拉荷曼妮諾夫 老師說不行 你手第一個和弦就彈不下 你手太小了不行 好我來看看這個手到底怎麼樣 真的彈不到欸 不管我要彈一下 Midolabah 我完全錯印不好的 不要不要拉荷曼妮諾夫 對不起 可不得賽 欸 彈出印 好 啦 蝃曼妮諾夫 賣 祂可是 自己一個人扮演了所有的角色 包括了鋼琴以及 Orchestra 天啊 這首曲真的是 哇 所有鋼琴人的夢想是有多想彈啦 我看一下後面那個旋律 這部分還好 但我覺得剛剛那段超好聽 你知道拉曼露夫他的特別之處是在於什麼 他的音樂讓不管是不是古典音樂圈子裡面 學習古典樂器的人 都能夠輕易的很容易進入他所寫的那個旋律 他寫旋律太美了 所以他的很多作品都會被擺到 像是電影配樂啊 或者是電視劇或者是廣告的音樂裡面 都很喜歡用拉曼露夫 因為他寫的那種歌唱旋律線的那種樂句 真的完全讓人有一種戀愛的感覺 超好聽 所以如果你自己對於拉曼露夫這個人還不了解的話 第一首作品你就可以先聽他的鋼琴協奏曲第二號 然後他的鋼琴協奏曲沒有任何一首是簡單的 全部都是難到噴汁 那這個第二首是我覺得大家最容易可以入門的 然後據說Lominable的第三首 第三號的協奏曲 有人認為是全世界上最難的鋼琴曲目的前幾名 但我覺得你要幫鋼琴曲目排個順序的話 我覺得可能是這輩子都排不完 可能看個人吧 但我覺得絕對不是簡單的作品 然後我現在看到一個密密麻麻的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各位朋友 這個號是沒辦法試譜的部分 這個是蕭邦的升C小調的那一首 這爆難的一首練習曲 我彈一點你們大概會知道 你們就去查蕭邦OP10NO4的那一首練習曲 我現在彈的可能會長得有點不像 你會就是完全認不出來說 請問這是哪位 但是沒辦法 真的太難了 差不多應該這樣 你們就是聽夠了吧 他的速度要比我剛剛彈的那個 再快兩倍 應該是 也沒有人說過 這個是蕭邦非常非常前幾名男的練習曲 唉 不奈我學生時代就是也沒有學這首 可能是技術真的不夠吧 現在真的要練也是有一種起不來的感覺 喔這個是蕭邦的革命 來我來革命來試譜看看齁 來革命大家很愛這首欸 好 齊 旁邊 edom lining mail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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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到我左手已經迷路了嗎 這首革命練習曲呢 它特殊點是在於說 它常常練習的是 左手的一個快速音群的部分 它寫的這個手型是蠻容易彈的 它這個音型其實寫的是 蠻容易讓手指可以彈的 那如果喜歡小班練習曲的朋友呢 這首曲子我覺得可以算是 你前幾個可以挑戰的蕭邦練習曲的東西 因為它其實有其他手指很多都更爆難 下一個 天啊 倒裡 倒裡 這首會彈一點點耶 這個是蕭邦的第一號的敘事曲 這個剛好是我高中的時候彈的曲子 他有改編過耶 他跳斷了耶 他有改編耶 他寫的不是原本耶 他這比較簡單 你們可以 他寫的很像原本 但是不是原本 變簡單很多 他好神奇 他又跳斷了 好神奇 好神奇 太有趣了 他写的是简单版本 你知道这有多棒吗 你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讲 他们梦想就是要弹肖邦的曲子 我常常收到一个私讯就是说 老师我好想弹肖邦的曲子 行为肖邦有简单的曲子吗 因为对于真的比较初学的人来讲 我真的没有想到 到还有什么特别简单 可以让大家钢琴初学的时候可以练习 但是如果你学到有一点点程度之后 你想要开始接触肖邦的作品 他这本里面都把有一些东西 改编的蛮简单的 我坦白讲 这首叙事曲第一号 他把它改编的简单很多 所以如果想要弹他的 ballade的东西的话可以试试看 他还有肖邦叙事曲第四号 我一定要讲一下肖邦叙事曲第四号的故事 这首曲子是我人生第一次 听音乐会听到哭的作品 是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听那个时候肖邦钢琴大赛得主第三名 安宁一个大陆的钢琴家 弹这一首曲子 我那时候真的是直接落泪 我就第一次感觉到说 哇就是真的好美好美 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我就跟我钢琴老师讲说 我要弹这首曲子 当我大四的毕业音乐会 然后我的悲惨的命运就开始 因为这首真的太难了 然后我练得非常的辛苦 然后但是我就是艺术性完全没到达 音乐性也没到达 技术也没有到达 所以以去我那时候就对肖邦有一种 心生一种恐惧感 然后又久久不能忘怀的那种程度 现在来看看多年之后 江老师有没有突破 完全没有进步耶 真的好难喔 我觉得他到底有没有改编成简单 因为我有点忘记了 他有改编他跳断了 他这个这一个 你看到这个秘密麻麻 有纸麻黑黑芝麻黑芝麻的部分 是他的超难的扣打 扣打就是伪奏的意思 叙事曲小光写了一共四首 这四首的整个结尾的部分 每一首的结尾都有一个非常难的扣打 这个扣打是为了让这个钢琴家 可以把他所有的技术炫技的东西 摆在这一段里面 然后做一个辉煌的结尾 所以第四号的扣打 是我觉得四号里面算是 应该是第一难的吧 充满了双三 我那个时候这个简直是我每次弹之前 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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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就不要坏掉 不要就不要坏掉 然后呢音乐会的时候 还是就坏掉了 没有坏的很大力就是小坏 你知道吗 如果你平常的时候没有弹的每一次都100分 你上台就有可能是那个坏掉的那一次 没办法音乐就这么困难的东西 真的我现在完全不行欸 我现在完全不可能可以弹这段给你们看 那我们就直接跳过了 好 我看一下这一整本呢 都是肖邦的作品 还有肖邦的雨滴前奏曲 还有 肖邦肖邦 肖邦肖邦 天啊欸为什么 欸他这本肖邦很猛的是 他一直站在我红心 怎么一堆都是我小时候弹过的曲子啊 这一首比较可能有很多人会没有听过 这是肖邦的第二号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那个手指有列一下 有点默契 弹的好烂的 那很可怕 他好像有写不同的音还是怎么样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隔壁有一个学姐在练这一段 然后他有一段是 可能会左手跳很远 然后他就会这样 就是他 她弹蹤影 然后他发火 然后他就在隔壁 那说 daddy 我那时候就眼睁睁的目睹了一个 暴走的少女在大学练琴的年代 我那时候觉得超好笑 学姐对不起 我们大家都知道练琴人的音诵 可是我们有时候会想砸 但是又不能就真的砸 而且 挺多這樣 我就聽到學姐之間 超有喜感的 整個就是非常的有畫面 我都懂 大家在琴房都懂 我都懂你們的感受 然後你們不要每次聽到人家這樣 就覺得說 不要這樣砸鋼琴 鋼琴會壞掉好不好 鋼琴沒有這麼容易壞掉 而且這都是正常範圍的彈奏 如果說這樣也不會壞掉 這樣也不會壞掉 這樣也不會壞掉 只不過聲音聽起來比較吵雜 可是大家不要真的很害怕說 你不要這樣破壞鋼琴 這樣沒有破壞鋼琴 如果說你拿錘子一絲錘 那就叫破壞鋼琴 再來還有 英雄波蘭舞曲 哎唷 很多東西 我本來想說三本樂不可以開同一集 但是實在是覺得太有趣了 這一整本裡面呢 有非常非常多都是肖邦的曲子 然後我們剛剛還有 彈到一首Rhan Manolf的鋼琴節奏曲 還有貝多芬的月光 那但是我覺得最大的重點是 它跟這個原版呢 有一些是一模一樣 但有一些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不一樣的那些 可以讓那些 如果你想要彈肖邦鋼琴作品 但是你覺得你程度還沒有到 可是你很想接觸 這些大型的作品的話呢 可以用這個稍微簡易一點的版本 而且雖然它是簡單的 但是它變得還是蠻不錯的 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 希望大家喜歡這片 記得分享 然後按讚訂閱我們 打開小鈴鐺 掰掰 再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